綜恆媒體報導 有個男人為了娶老婆 拿了20萬人民幣聘禮 並且買了金銀首飾 但是去到結婚之前 新娘收到炮友姦夫的信息調情 內容相當露骨 當說到如果有了BB的話 爸爸是誰的時候 新娘還居然說 聽天由命 我不怕 令人詐欺啊 和姦夫偷情之後 新娘就裝沒事 繼續和新郎完成婚禮 但是只包不住火 姦夫時候在聊天群組曬命 結果對話內容就全部流出 據報新郎已經報警 事件人來網民的熱議 直斥新娘好離譜 一點底線都沒有 人性啊 社會的扭曲 另外也有網民說笑話 成人片情節原來都是真的